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美食系列 今天我来到的是长野县的长野站 本来是想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当地的料理 可惜没有找到 于是就找了一家全日本连锁的海鲜居酒屋 虽说是居酒屋 但是里面几乎很多食材的烧口 都需要自己亲手完成 比如我必须使用眼前的这些食材和道具 来调配一杯 一杯果酒 周围的客人比较多 店内的欢笑声不绝于耳 这个要不断扭动 直到把大部分的果汁都榨出来 比较考研毕丽 然后把辛苦榨出来的果汁倒进杯子里 这样一来的话一杯果实酒就完成了 平时很少碰酒精饮料 今天既然出门来到了长野县 那就喝一杯小酒放松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店内的风景 夏日傍晚的居酒屋就是这么的热闹 现在手里拿了几船贝壳肉先烤起来 这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海螺 我记得是要把它里面的水分烧干 然后才能顺利的把里面的肉取出来 这个呢 这个是螃蟹的蟹黄 没有一点点的肉 全是蟹黄 看来海螺里面的水分还是挺多的 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个至少要烤15分钟以上 这个是油炸的芝士火腿 并且配上日本的国民级蔬菜卷心菜 最先烤好的是贝类的肉串 赶紧开动 很快烤串就吃完了 接下来把油炸芝士火腿解决一下 蟹黄好像也烤得差不多了 不过烤完之后的量跟一开始的量相比 真的是差的太多太多 面对一只螃蟹当中这么稀有的蟹黄 真的是要小心翼翼一小口一小口的吃 这个是芹灿 旺季里面是什么了 味道很甜很酸 这海螺烤了我也不知道多久了 应该可以了吧 店员小姐姐是主动过来帮忙挖海螺肉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双手不是我的手 是店员小姐姐的手 挖了半天店员小姐姐也搞不定 于是她建议再烤几分钟之后再试试 最后海螺体内的水分几乎都烧干了 然后用金属道具就可以轻松把海螺的肉给取出来 我看了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烤的有点过分 店里的服务生的穿着都是比较传统的 满满的昭和的年代感 由于这家店是24小时营业 所以有的店员现在开始要工作到天亮 感觉既然到了海鲜居酒屋 不点几份虾总会有那么些遗憾 所以就又要了几串虾 最后海鲜吃的都差不多了 来一碗小碗的鰻鱼饭作为今天晚餐的收尾 话说现在夏天真是吃满鱼的好时节 这家居酒屋可以说是基本上满足了我对海鲜的所有渴望 由于考虑到疫情的关系 这次就没有点生的 好了各位小伙伴 今天的美食探店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想要我去探店的地方 请一定要在评论区留言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和收听本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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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